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内地它是比较大型的一个中医院 主要还是以针灸治疗中风病建厂 医院的规模住院部病床恐怕得有3500到3600多张 仅仅是针灸科就是我所在这个专业 就有1000到1200张病床 所以说我们医院现在是在内地 是全国中风病的临床研究基地 所以说担负了很多内地中风病人的一些治疗 另外还有很多欧美的一些国家的一些中风病人 也陆陆续续地到我们医院来进行诊治 我们医院之所以中风病列为国家临床研究基地 最主要的我们有一个行脑开窃诊词法 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 我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行脑开窃诊词法 这个行脑开窃诊词法 是由这个施薛敏院士 就是我的导师 我的恩师 他是从1972年对这个中风病 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中风病的基本的原因 主要由于这个瘀血 肝风 还有这个痰酌 等病例因素 导致这个蒙蔽脑窍 导致这个窍蔽神秘 神不倒气 然后呢 这个实验室呢 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疗原则 还有一个新的一个针刺方法 在这个具体的选穴上 在这个从古至今 这个治疗中风病的这个选穴 大部分 大部分是以取这个阳静穴为主 这个行脑开窃诊词法呢 在这上面 这个加以一些个创新和改进 在选穴上 以阴静还有动脉穴为主 强调针刺手法量穴的规范 这是这个首次有人提出 这个针刺手法量穴的规范 在这点上 有别于这个传统的取穴 还有一个针刺方法 咱们下面看一看 它的具体的治疗方法 它主要的选用的穴位是 内观 人中 还有三眼窖 这是它的主穴 它的腐穴主要采用的是 极拳 尾中和止刺 我们看一下它的配血 在这个中风病的病人 这个临床表现当中 如果由于这个一些特殊的部位 脑梗子或者是脑部出血 或者是左右两侧大脑半球相继发生病变的话 时间比较长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吞咽障碍 吞咽障碍的病人 我们可以加上风池 移风和顽骨 手指握顾 就是手指不能屈身 加上颌骨 语言不利 我们加上上连拳 还有进京医院 放学 另外还有一些病人 出现足内翻的情况 一走路 一拐一拐 我们可以用这个 秋须透照海 这是一些具体的 潮到方法之内观 这是三眼窖 这是极权穴 这个极权穴 我们在选用功能当中 从这个圆穴位的一个点 眼睛下移了一寸 主要是为了避开这个叶毛 每一个穴的针刺方法 都有它在一定的规范的 一个手法量却操作的具体的方案 这是齿则 这是围中 围中穴在选用的功能当中 我们一般采用仰卧 直腿抬高的取穴方法 直刺0.5到1寸 是提差卸法 是患者下肢抽动三次 这是峰时顽骨 还有移峰 针向 针向结喉 浸针呢 我们采用两寸到两寸半 采用小幅度高频率的 连转步法 每个穴位要试手法 一分钟 这是河谷针向三间训 这个浸针 1到1.5寸 是患者第二手指抽动 或者五指自然伸展 维度 这是上连拳 一般是针向射根 1.5寸到2寸 采用提差的卸法 这是金精玉液的放血 用三能针点刺放血 这是秋须透照海 这是针对刚才咱们提到 这个阻内藩的情况 另外 刑脑开窃针刺法的 失忆病症 中风病 及其合并症的一些治疗 另外还有包括一些 神志精神疾患的一些疾病 另外 避症 脱症的治疗 还有痛症的治疗 各种脑病的治疗 各种一年杂症治疗 下面我们 一一给大家介绍 中风病 及其并发症的治疗 如何减轻 血管神经单元的损害 促进重建的神经组织 重建脑组织 维缺是神经功能恢复的根本 中风病治疗的难点 及其突破点 聚焦在神经与血管的再生 目前治疗中风病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初中单元 但是现代医学 意义上 初中单元需要较高的 远硬件的配备 无法与现有医疗资源技术上 推广应用 这与内地的一些实际情况 也是息息相关 所以如何利用 有效的中风病手段 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中风单元 是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针刺是我国治疗中风病的重要手段 也是构建中风单元的主要因素 行脑开掉针刺法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几项重大的科技推广项目 咱们先看第一个 椎肌体动脉供血不足 我们选用的是风池 顽骨 天柱 还有颈椎夹几次 治疗椎肌体动脉供血不足 主要有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疑 头痛 脱厌障碍 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 这是由于中风病的一些合并症 导致了脱厌障碍 我们选用的是风池 顽骨 夷峰 还有阎侯壁点次 这是夷峰 还有阎侯壁点次 刚才已经提过了 语言不利 我们选用的是上连拳 还有金经语业 富士 就是十一为二 我们选用的穴位是天柱 金鸣 还有秋后 中风病由于长期卧床 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遍蔽的情况 我们选用的穴位是外水道 外归来 还有风楼卷 肩周炎 我们选用的肩鱼 肩疗 肩内灵 还有肩中枢 肩外枢 还有痛点的磁罗八卦 这个肩周炎主要是由于这个患之 它运动比较少 导致了肩部关节肌肉粘连 尿失禁 还有尿储流 我们选用的穴位是中极 曲骨 还有这个官员 还有局部的用揪法 按摩和热肤 手指握固 刚才已经提到了 额骨 还有霸鞋 这是额骨血 这是上霸鞋 肚内翻 我们选用这个秋须头照海 血管性痴呆 血管性痴呆现在也是世界比较热的一个研究热点 我们选用的穴位是百慧 四神葱 还有四白 还有胎冲 这是胎冲穴的取血方法 睡眠倒错 主要是由于这个脑瘦肉病的急性期 可能会有一些病人会出现一些睡眠倒错 这个夜间的失眠 然后白天就睡觉 我们选用的穴位主要是上行和深门 高血压 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权力研究的一个项目 就是针磁治疗 由于脑瘦肉病导致的激发性高血压 我们选用的穴位是人瘾 曲蚀 足三里 还有河谷和太冲 这是人瘾穴的取血方法 这是曲蚀和足三里 太冲 河谷 有极少数病人在脑血管发病独当中 可能会出现顽固性恶腻 这个西医的话也有些办法 而在我们医院的话 大部分都是采用一些中医的办法 有中药还可以用一些针磁的方法 针磁的取血 我们主要选用人中和内观 这有一个典型的病例 频繁的额腻一周了 10年9月1号 因为家人发生口角 情之不畅 头痛 头晕 口角右侧歪歇 右侧半身不随 然后到附近医院诊断为脑梗死 一周前 突发额腻 经治疗以后 病情有所缓解 一流有右侧肢体 活动不力 额腻拼发 我见过一个额腻的病人 很长很长时间了 恐怕至少从脑血管病发病 到至我们医院来治疗的话 至少有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内他几乎没有睡过一夜舒服的觉 天天在打 天天在打 只有在睡觉的时候 他那个额腻才能够停下来 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个病人在我们医院治疗了两到三周左右 效果还不错 把胃管也摘掉了 然后恶腻基本上能控制住了 我们选用的一些方法 主要它是一个脑梗死 还有一个中枢性的恶腻 网固性恶腻 处方我们用的是人中 内观 三线椒 天兔 劳工 谭中 中晚 还有租三礼 百会 四山葱 风诗 还有风龙 下面有些具体的一些说法操作 上述血液每日针刺一次 七次为一个疗程 经死治法治疗三次 患者额逆次数就减少了 可以正常的进食了 邪内障门不输 还有纳呆的症状消失了 睡眠也有所好转 连续治疗三个疗程 就是21天吧 三个礼拜 患者额腻消失 眉安 右侧肢体活动也较前好转 随访了半年 胃健复发 第二类是神经精神疾患的治疗 抑郁症 它主要的病基主要是气急欲毙 神窍失宣 情治迷乱 是它的主要的病基 运用行脑开刺针刺法 开窍起毙 宣发神气 调神定治可以直达病锁 临床上诸如神经衰弱 异病以及一些强迫症 抑郁症 焦虑症 各种神经精神疾患 使用行脑开刺针刺法 两条效都是非常确切肯定的 看一个病例 抑病性瘫痪 四肢不能活动一个月 为输入院了 入院的时候患者神经 情绪低落 声音的气 只能平卧 四肢也不能动 也不能抬举 患者在家中拒绝治疗 曾有轻声的念疼 查体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患者神经 瞳孔也正常 四肢无自主运动 脊脏力 脊重量均正常 双下肢感觉比较混乱 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生理反射存在 病例反射会引处 头部的MRI检查体是未见异常 什么问题都没有 可是这病就是四肢不能活动 腰椎的MRI提示 这个骨质推行的改变 诊断 疫病性瘫痪 这个治疗过程中 我们选用的内观 人中三眼胶为主血 服务于集权 尾中 还有还跳 并鼓励的患者的战胜疾病的信心 第一次治疗以后 患者双侧上肢可以抬立窗面 约50度 第一次治疗以后 双侧下肢抬立窗面可以达到30度 治疗三天患者就可以下地行走 可以将近500米 一周以后患者上楼或者上下床都可以自行完成 情绪稳定 第三个问题 倔症 避症 避症和脱症的治疗 阴平阳密 精神乃至 阴阳离觉 精气乃觉 阴阳时和 神气逆乱而生避倦 使用行鸟开窗战胜疾法可以走疏倦旧逆的效果 行鸟开窗战疾法可以调节阴阳和脏腑功能 调整心经的气血 开启心窍之壁 宣发心神之气 我们选用的人中气 主要是疏导都脉阳气 省心灵脑虎之神 共奏开壁 省神还有苏倦这个效果 现代临床各种因素导致的休克 虚托 以及中暑 颠尖 应用的吃脑开尔阵词法 往往能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个典型病例 男性16岁 突然昏倒 不请人事90分钟 来就诊 这个平素呢 学习成绩比较好 但日前您考试成绩不理想 情绪不大好 今天突然间昏倒 诊间忽执不应 口径卧拳 四肢倦冷 血压是1278毫米公众 肌网无点点病史 诊断为器权之时症 采用熊鸟开刷证词法 患者仰卧胃 证词了人中 还有双侧的颌骨 双侧的内观 还有双侧的用拳 用屑 用屑法 证词以后十分钟以后 患者手脚开始自行活动 神之逐渐的清醒 咱们看一下痛症治疗 这部分 疼痛的病肌 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 经脉气血运行不畅 而经脉气血的流行 又与心与神关系非常密切 神能导气 气畅则道通 通则不痛 过致以调神法 致其神 令其一行 能说到一意通经 而达到镇痛的效果 这个行脑开刷证词法 治疗痛症的范围比较广 无论是感冒 还有内伤的头痛 还有避症 一些关节 还有颈腰椎病 还有肌肉疼痛 胃经卵 或者胆道梗阻 结石 甚至心脚痛 还有三叉神经痛 避从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 带脑破诊 我近半年在香港 治病过程中 用行脑开刷证词法 治疗了很多很多痛症的患者 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 举个例子 急性腰扭伤的例子 臣体腰部疼痛 不能活动 被家人抬到医院来 腰部CT 提示腰椎盘突出 建议做手术 然后患者不大同意 要求保守治疗 然后我们用的行脑开刷证词吧 每日一次连针了三次疼痛缓解 然后再配合其他的体针的治疗 一个月左右就痊愈 咱们再看下一部分 各种脑病的治疗 小儿脑情瘫痪 在我们那儿 这样的病人也是非常多 老年性舞蹈病 墨烟墨烟 炎舞病 还有进行性脸色肌麻痹 还有脑外伤 脑外伤我们那儿 收治的病人也非常多 还有一氧化碳中毒 现在这样的病人倒少了一些 看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 一氧化碳中毒 深昏迷间歇性的静倦 两全是红的 口唇也是红的 人工呼吸都没有效果 病情继续恶化 取水针穴 水沟 水沟穴就是人中穴 筋针 一点五寸 不断地体差 体差连转 两分钟左右行证一次 这个清觉次数逐渐在减少 整个过程是三十分钟 随后送病房进一步治疗观察 两周以后恢复健康 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一氧化碳中毒 有相当一部分都会留有后遗症 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 手术以后的尿处流 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会存在的这个问题 还有颈性悬孕 还有发作性睡病 米尼二十综合症 突发性耳聋 弯弓性额腻 等等 这是一个神经性耳聋的一个患儿 六岁 在从小朋友做游戏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这个耳聋 经过诊断 是幼儿的神经性这个犬隆 我们选用的血位是内观 人踪 还有疑风 这个运用 行脑腺针刺法 治疗一次以后 行针式患儿 竟能听到叫喊的声音了 连续针刺了三次 幼儿听力基本上得到了恢复 与左侧相比的 已经没有明显差异了 经一些检查提示 幼儿听力恢复了六十五分贝 然后又继续治疗两次 以供估了一个效果 许多的疾病千变万化 错综复杂 或因病人难寻 或者辩症难缺 或久之不愈 但探其本源多得知于心神 心主任万物 神主即便 雇用行脑开窍针刺法 可以调神行脑 开窍起闭 使神转置疑 欺负神使 积极地能够得到恢复正常 行脑开窍针刺法 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和卓著的临床疗效 从1972年开始到今年18年 这么多年走过来 我们已经治疗了数百万例的患者 所以说我们也在至少在针刺 治疗中风病 还有一些其他病症上 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脑斧 还有脑神经功能的中医理论探讨 继续拓展行脑开窍针刺法 在临床上的应用范围 对现代医学尚无公认治疗方法 而行脑开窍针刺法 确有效果的一些脑病 帕丁森呢 一些痴呆 不管是血管性痴呆 还有老年性痴呆 还有小儿脑瘫 还有小儿毒动症 确氧化碍的中毒 还有一些脑外伤的后遗症 等病症呢 加强针刺激励的探讨 今天呢 因为时间很有限 我仅仅把行脑开窍针刺法 在临床上的一部分的治疗的范围 我跟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 这么多年下来呢 我们已经从临床再到实验室 已经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 实验室方面的一些东西 今天就不跟大家在这里汇报了 好 好 谢谢大家